我們台灣你可以看到 今天就是第41起 案例確診的案例 但是我們開始往前推 究竟是誰傳給誰的 可是你會發現到一件事情 現在這個時候院內感染的狀況 是不是在這前兩天的時候 開始有一個出現的徵兆 我們出現第41個案例 而且我們現在發現41 案例41 它其實是案例34 他的女兒 所以其實我們就開始擔心 他這中間的感染鏈 是怎麼樣串連起來的 而且我們說到這個第41起 其實他才20多歲 是個女生 而且平常很健康 但是他就是在2月15號 到26號這段期間 有到醫院去陪媽媽 難道是在這個過程被感染了嗎 大家就開始擔心是這樣子 我們再把這個話題拉到 立剛你剛剛講的院內感染 我們擔心這件事情 我們就要從這個案例 34號開始講起 因為我們就發現 可能是從他開始 然後接下來的話 就有了 醫院裡面的清潔人員被感染了 而且其實還有醫護人員 三位被感染 所以我們就跟大家盤點一下 所以34 病例34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的話 清潔人員 接下來三名醫護人員 再加上他的女兒 所以其實就有六個感染 一傳六 對 沒有錯 難不成都在醫院裡面進行事 這個其實大家就好奇 所以其實我們的這個 指揮中心其實也有出來說 這其實裡面有非常多的疑點 因為我們希望感染源 是可以被追溯到的 這樣才不會引發莫名的恐慌 我們就開始來探 首先第一點 當然我們已經說了 這個案例34 他本身不是超級傳染源 但是我們還是擔心 剛剛我們講的 除了他自己以外 這五個人 是不是都是從他傳染出來的 可是如果是從他傳染出來的 我們以他這個 第41例為例好了 如果他 我們說他大概是 2月15號到26號這段期間去陪病 如果他是在這個期間被感染的話 我們是不是也可以說 案例34 他是不是要在14號以前 他可能就要出現一些症狀 然後讓他的病毒量多到一個程度 然後接下來的話 才會去傳染別人 可是我們發現 他在那個時候沒有症狀 沒有 毫無症狀 對 沒有我們這一次 他正常的一樣作息 他也沒有發燒 他也沒有不適 沒有錯 也沒有我們這次COVID-19的症狀 可是他身體裡面有病毒 所以我們就開始擔心 難道這一次的事件 不只是一個 我們首例的院內感染 甚至也是一個無症狀的感染嗎 但是疑點第二個又來了 我們如果要說這6個人 就這5個人 他的感染源都是來自於案例34的話 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就是案例34然後才分散出去 但是現在大家擔心的是 如果感染源不是來自34 因為34他其實生病 他沒事不會爬爬罩 所以你意思說 在那裡面可能另有其人嗎 這個就是我們擔心 我們當然不希望事件是這樣 可是我們料提要從寬 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們就要講 有沒有可能 會不會甚至大家開始推測 有沒有可能這5個人 我們現在可能明確知道 34是來自 41例是來自34例 對 就是這個女兒 但是這5個人有沒有可能 他的感染源都是各自獨立的 這個問題就大了 對不對 來 我們不希望這樣 但是第二個疑點出來了 如果我們不希望他們的案例 是各自獨立的話 有人開就開始講 這個既然34例 他不會到處亂走 他是被誰感染的 有沒有可能認為 會不會是清潔人員 反而是感染源 如果這樣的話 那就恐怖了 這就恐怖了 為什麼 因為後面還有一些未知數 還是會出現嗎 沒有錯 來 大家聽到 如果說醫院裡面的 清潔人員是感染源 為什麼會恐怖 因為會挑起我們2003年的 可怕回憶 有人說這有兩點 這個巧合之主 第一點是不是都是 首例案件出現了之後 40天出現了院內感染 時間的巧合 第二點是不是也都是 從清潔人員開始 當時有一個超級傳播者 沒有錯 而且那一次的清潔人員的話 他也傳染給他 在清潔部裡面的同事 然後整治他的醫生也染病 而且最後也過世了 所以其實就挑起了 大家敏感的神經 但是問題 第三個疑點出來了 清潔人員在醫院裡面工作 跟上班沒有錯 可是他並不隸屬於醫院 所以其實大家就開始擔心 有沒有可能是這個外包人員 跟外包制度 會導致防疫上的漏洞 如果說這一些案源頭的追溯出了問題 這是防疫漏洞 再加上如果現在有一些證據發現 病毒好像出現突變 那是不是讓整個疫情的管控 更加雪上加霜 我們看著我們台灣 你看到在今天的時候 第41期案例是確診的案例 但是第41期案例 是被第34期傳播的 當然潘老師也提到說 這第34期 他是不是傳播了一個人 傳給了6個人 注意事 現在看起來 醫院裡面是不是變成一個 非常不安全的狀況 對 我想這個 在19例的時候 我們說是家庭內 有限度的傳染 傳播 因為他們剛好就是吃年夜飯 聚餐 這個34案例出來 就開始啟動了院內傳播的 一個警訊 不管清潔工 山屬 清潔人員是跟山屬是 同時被感染 或是山屬傳山屬 或是山屬傳山屬 但是不要忘了 那個護理人員已經有三位了 還有一位家裡面的人員 所以我們說社區的一些的感染 就是包括家庭內的傳播 包括醫院的傳播 在大陸他們世界衛生組織 在上個禮拜提出來報告 他們有2055位醫護人員 在院內感染 他的這個比例將近3% 就是大概100個病人 裡面有三個病人 是院內的感染的病人 但是他有一個比較特別的 就是他們大概都在初期 因為他們該在初期的時候 他們不了解新冠病毒 他們不懂得自我防備 不知道自我防備 所以除了大部分 而且都在湖北 都在武漢 而且都是在初期 到了末期的時候 大概就比較少 另外還有一個 比較特別的時候 這些院內感染的護理人員 他們都有一個 家庭確診病例的普通室 就是說表示說 家庭確診的病例 感染了之後 是不是會再傳到醫院 或者是醫院感染了之後 再傳回家裡 所以我們現在這三位護理人員 一定要全部好好的隔離 包括清潔工 這都要徹底的隔離 所以現在醫院也就提出來了說 是不是已經有院內感染的 這個問題了 所以現在已經叫大家 沒事不要貪病了 陪病也最好只要一個人 不要一直換來換去 然後沒事 不要到急診 因為大家都知道急診室 所有各種不同的病人 匯流的地方 對 有的是花燒的 有的是低血糖的 有的是上呼吸道感染的 等等 因為大家沒有辦法 一直馬上的減傷分類 所以變成急診 它是一個很重要的感染源 所以現在我們就是說 好 第一個 不去急診室 第二個 不要探病 因為你還要探病的話 可能增加暴露的危險 醫院現在也開始做一些 馬上的因為防範醫院 院內感染的措施 包括在人的方面 你就可以看到 他的醫護人員就要固定班 以前或是固定場所 就是醫生就是在看 某一個固定的病房 護理同仁也就是三個人 或五個人就是固定 永遠都是這幾個人在一起 也就是說你不會到別的科 別的部門 你不會去這樣子 尋病房 去到不處 有時候假病房 乙病房 丙病房都有病人 你這樣的話 你就會去到三個不同的病房 你這樣感染的機會就變大 他希望你就是 都是在一個病房內 收治你的病人 護理同仁也是 不要有的人這個班 配的三個大夜 或者是小夜班是不同的人 他希望大小夜班 就盡量都是一個 但是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清潔跟看護人員 也希望他們都是 都在同一個病房 這個好管控嗎 這個不好管控 也要想辦法把人力調配出來 可是有的都是外包的 對 沒錯 特別是看護工 看護工很多都是外包 或是臨時進來的 他可能今天是這個病房 有個案要請 明天是另外一個病房 你就說你不能去 不能去 他就沒錢賺了 所以他搞不好 想辦法也要去做 這邊坐完 我跑去那邊坐 對 所以這個是 現在我們覺得 最麻煩的就是看護工跟清潔工 清潔工可能中介工 那個都是外包的 外包的我們還可以 就強迫規定他說 這個清潔工就只能清這個病房 不要再跨別的病房 因為我們現在可能 還要清到別的病房 所以這塊是人的 可是我們病人 你怎麼分 有的病人他有發燒 有症狀 你就趕快走發燒的途徑 像這個糖尿病的個案 對不對 他完全沒有症狀 你當初在照顧的時候 你也不知道他會不會被感染到 特別是這一次的COVID 他很多是沒有症狀的時候 就有傳染了 就有傳染的人力 所以我們現在認為說 不管到急診室 你可能要把病人全部分流 像一些糖尿病的 高血壓 有共病症的這些病人 因為他感染的機會比較大 所以可能要走另外一條 外科像受傷了 他可能要走另外一條 發燒或者是有呼吸道症狀的 要走另外一條 可能以前只有分兩個 一個有發燒 一個沒發燒 現在不但是有發燒 沒發燒 所以等於減傷的部分 減傷分類在入口就開始做事 就要分得更嚴格 而且要把它分流分出去 另外一個 現在大家都很流行 就是說要把它要分區分塊 但是不要忘了 我們很多的空調 病房幾乎都是通的 中央系統的空調 那怎麼辦 所以有時候就是說 可不可以不要開空調 不要開空調 現在還可以天氣還比較冷一點 以前老房子還有窗戶 現在的新的都有窗戶很小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未來說 要怎麼醫院設計 要趕快多一些這種 可以分區分塊 甚至你的垃圾處理 也要在同一個病房內就解決 不能就是說總於帶來帶去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很多清潔工 他拖的垃圾 可能這一間病房清完了 清那一個病房 或是等等的 因為我清到一車買了 我才送到那個垃圾場去 可能就是他要清好幾個病房 才會到 我們可能說規定在幾個病房 這個病房之內就要把他的垃圾 都要處理掉 還包括衣物 包括床單 對不對 還包括一些單照 這個都是可能接下來 如果要避免這個院內感染 包括人 包括空間 包括一些物品 都要重新再做規劃動線 因為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這一次的 他的不像SARS 他傳染力還沒那麼強 對不對 這一次新冠肺炎 他的傳染力 傳染力非常強 非常強 而且不但強 他強了還有陰性了之後 還有也有在反揚的 或者是沒症狀也感染的 所以他在整個傳染的途徑 就要做更嚴格的管控